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斌主播 刚刚开始走 300米 上了一段大上坡 现在过一个小溪的桥 多么漂亮的小溪 今天我们目的地是 Blue Genshin Lake和Lost Lake 翻译过的就是蓝色龙丹草湖和迷失湖 这两个湖来回的里程是12公里 海拔提升呢是407米 今天一共是13个人 是吧 浪马 今天13个人 上来上一个小坡 我觉得对待他也是有一个帮助 对 左边 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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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走的那条路 去啦 十三 对是13个人 十三个人一条狗 我们现在走了2.1公里 三十七分钟 现在看到一个路牌 我们现在走的是 Biding Power Trail 这是我们走的路 这边有一条路 这边有一条路 分叉路 我们是一直往上走 我们是一直往上走 现在已经走了 差不多有一小半吧 江江到一半 还不到 再走一百多米 就正好到一半 到一半是4.4是吧 到湖边4.5 4.5 大家的行进速度都 比刚才慢了 没劲 这条路是一条防火的路 所以呢 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小沟鸡 在这正在维护 因为马上就要进入 这个森林防火等级高的级别了 雨季马上就结束了 所以他要把这防火路要修好 沿路的枯树上 有很多像这种树蛇灵枝 看这样的 这样的 非常多 这个神 这个像开花 树蛇灵枝 你看开开了爆开了 对 形状各异 这个还像蛇一样盘一下 挺好看的 这橘黄色的 这个色燕 就说明它在活着 哦这样的 不是那种枯树的下面 对你看多好看 好看 这个灵枝好大呀 这还有一个 这有一些小小的 还带着水珠呢 这条路 400多米的提升 是一个缓坡吧 应该在这个将近5公里的长度里边 嗯 这个坡度 所以就不太 不太急 不像 Groos Mountain 两公里多 就800米的提升 这5公里 400米的提升 但是 其实 这400米的提升来说 对于体力一般的人 也是一个挑战吧 瞧这棵树倒了 就没切 我觉得这棵树好像是刚倒的 上次我来好像还没有 是吧 这应该是新岛的一棵树 我两个月前来还没有呢 应该新岛的 你看 要不然它这个标不会盯在树上 如果它是早早的 这标不会在树上 倒的时间不长 前两天买了一个这个户外的应急哨 这个是三合一的 这边是哨 这个是指南针 指北 这面呢是一个温度计 现在的温度是 十七八度吧 要碰到各把野生动物 吹哨也能吓唬吓唬它 这条路去 Lost Lake和Blue Jensen Lake 1.2公里 来回就是2.4公里 现在我们已经走了4公里多 8公里 2.4 10公里多一点 全程 现在离 第一个湖 蓝色龙丹草湖 只有几百米了吧 上次来这都是雪呀 这次来全化了 太棒了 草湖到了 上次我们来还白雪挨挨呢 直接在湖面上走 你应该让我们再轻软一下 对啊 我怕万一有没坏 这个湖里都没穿鱼虎 龙丹草湖到了 走了4.08公里 一小时二十分 现在离Lost Lake还有880米 我们从蓝色龙丹草湖已经出来了 去Lost Lake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煮锅 现在是河水涨了 过河的石头都被淹了 慢一点啊 这个河把这个路给冲了 所以我们搬两块石头 把这路稍微弄一下 你先别走啊 先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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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得站一个人才能走 让老猪回来 这条小河把这条路给冲断了 对 我们现在脚下的路都是连续沙的 我们现在脚下的路都是连续沙的 哈哈哈 你现在脚下的路都是连续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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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面很宽 很宽 好安静 好安静 没人来呀 没人来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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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徒步13个人吧 10.8公里 3小时45分 还是比较累 因为海拔提升有400多 然后两个湖之间的路断了 所以我们在走的时候 有点难走 蹚了两条溪吧 好了 我们现在到车这儿了 下次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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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